音樂 歡迎大家回到上街中行 今天我們請到酸康泰牙醫 為大家分享一下牙齒矫正技術 孫醫生你好 你好Kevin 好久沒見 歡迎你再次來到我們的節目 多謝你 聽說這次你會帶來一些關於酷牙的問題和大家分享一下 沒錯,今天的題材是講酷牙或矯正牙齒 自從我在UCSF School of Dentistry畢業後,我做了28年的酷牙 其實一般的家長有一個概念是酷牙對於小孩來說不需要太早 應該是讓他們的嬰兒牙掉了之後,讓成人牙長出來才酷牙 其實這個概念是否正確呢? 其實很多人都不會以為想要換嬰兒牙了 等到一個嬰兒大約12歲才可以酷牙 其實這是錯的,很多父母都不知道他的子女可以做 所謂叫做Phase 1 Early Interceptive Orthodontic Treatment 好像看這個例子,這個小妹妹由8歲已經開始做了 但因為今天的時間問題,我們將Phase 1這個題材 押後到將來下一次才跟大家分享 其實小朋友嬰兒不需要等到成人牙出完才嬰兒 剛才你說到28年的經驗,當然有很多病例 可以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沒錯,我們首先看看這個情形 這個第一個病例很明顯,這個病人不夠位生 爆牙生得出來,很美觀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圖片是接近枯完 然後你可以分別得出,下一未枯之前和枯完之後的分別 看到在枯的期間有一個黃圈在這裡 其實這個圈是甚麼呢? 黃色圈在這個圈是一個種植 是一個新的科技來的,在這幾年 英文叫TED, stands for Temperature Anchorage Device 這個TED是用來做借力點 是幫助這個枯牙,讓它收效更加好 以及將枯牙的時間縮短的 既然TED是一個這麼新的科技 那有沒有更多的病例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好的,我們看看這個病例 這個病人進來的時候,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在枯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我已經放了TED 在下一個圖片就是接近枯完 我們可以比較到未枯之前和枯了之後的分別 既然TED是一個這麼新的科技 相信除了這幾張圖片之外 應該還有一些更高難度的枯牙技術可以和大家分享 好的,我們看看這個病人 在這裏的所謂叫做Cuspid 中文叫做老虎牙 在這裏生了下來 但是位置生得不對 應該是在這裏的 但是它生錯了在另一個位置 在下面那隻所謂叫Second by Cuspid 已經是生不得出 這個病人已經是十五歲了 其實應該十二歲,這隻牙就是正常來說 十二歲應該生得出來的 另外那邊更加明顯 它這樣橫生 你可以看得出 它是沒有可能自己糾正 生出來的口腔那裏 所以第一個步驟 我和這個病人先開始了枯牙 然後再和它動手術 要很正確地找得出這三隻牙的牙頭 再幫它落枯牙的圖片 然後慢慢拉這三隻牙出來的口腔 當這三隻牙出來之後 我再用傳統的方法 將它的枯牙完全做完 以我所知 現在外面有很多枯牙醫生 亦都有手術醫生 但好像在你們診所裏面 枯牙和手術兩樣都可以做到 沒錯,一般來說 枯牙醫生很少做手術 相反來說 手術醫生也很少會枯牙 但我在診所裏面兩樣都可以幫病人做到 枯牙和手術 兩個之間有什麼關係 有沒有病例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自從上一次你訪問過我 我相信很多觀眾都已經知道 我是懂得趯智偉牙 我們下一個例子可以看得到 到底智偉牙和枯牙有什麼連帶關係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隻叫做第一隻大牙 那個位置是正確的 直的長出來 第二隻大牙是打橫地長 應該是打直的 然後這裡這隻叫做智偉牙 我首先要把智偉牙剝掉 然後再下TED這個科技 再加上酷牙 然後到第三張X-ray 你可以看得到 當過程完成了 這隻第二隻大牙 就會拗正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一個病人進來我的診所裡枯牙 我可以提供給他們 到底應該是剝了智偉牙才枯牙 還是枯完之後才剝智偉牙 甚至有些特殊情形 我可以提供給病人 他的智偉牙可能不需要剝 再加上枯牙 令到病人的收效更加好 當你枯牙的時候 當他拉直了 通常是拆這個枯牙 下醫通常是家裡是拆 假設病人不滿意怎麼辦 在我的診所絕對不會 甚至病人給我錢 我不是單方面 拆就拆 我永遠都會徵求父母同意 和病人 肯定他們滿意 我才會拆 今天我看到你帶了 2010和2011的 Top Doctors and Dentists 這個獎狀上來 今天又跟我們講枯牙 他是不是想跟大家說 你枯牙的技術出眾 令到他們頒這兩個獎給你呢 其實老實來說 這個是神給我一個小小的恩典 當然枯牙是一個小小的因素 其他的因素 可能是因為我剝了智慧牙 做了肚牙筋 做牙肉手術 甚至做了種植牙齒手術等等 若然觀眾朋友們想找孫醫生的話 可以打電話他的診所預約 同時也可以上他的網站 他的網站會有很多 以前過往的病人的病例 他們和大家分享 以及過往的電視節目 都可以在上面看到 而今天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多謝孫醫生上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多謝你孫醫生 多謝你Kevin 而今天我們的節目 大姐你也差不多了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是一見 我們是一見